各位KOF迷 廣大的KOF迷 大家好 我是李白 那我今天要來分享的影片內容是 有人問我說 我上次做了一個影片 也是用好處系列嘛 百合的好處 希望大家沒看過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百合的好處呢 當然就是平衡型的能量槽獲得40% HP增加40% 就是你打的同時呢 它可以增加你的能量槽 很快喔 就讓你必殺技能連貫 但是它CD 還是要等到它冷卻時間結束 那我們用這一個影片 用這一個 有人就問啊 你介紹的這些隊伍啊 到底能不能打副本啊 打通關啊 打主線啊 我想說 我的想法是 我的回答就是 可以的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介紹隊伍裡面 到底能不能打到主線的故事 通關呢 那我介紹的通常是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關卡 最後一個難度 Ispers的最後一關 大蛇這一關 宣告開始的結尾的倒數第三關 幹枯大地 七加社 七加社它的關卡任務呢 120秒內通關 最高連擊40以上 只用三次完結技 只用三次完結技 這一個應該是大家比較頭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就是 你太強了 一下就把它幹掉了 難道到最後你要拿那個比較低等級的 來去跟它對打 那有時候也很難度也蠻高的 真的真的打得過就打得過 真的打不過就沒辦法 所以就有可能會一直卡在這裡 那再來第二個情況是什麼 你太弱了 一下就被幹掉了 你還不用打完結技 必殺技都還沒出來 第一次你就已經被幹掉了 對 所以呢 我們就用這一個百合的好處 百合的增加能量槽來通關 跟你講真的很快 但是呢 你不要因為太快把它幹掉了 就變成說我們的第一個方式 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太強了 你很像就把它打倒了 好 那我們就這樣通關給大家看喔 它是藍屬性的 我們可以用封牽承 我身上都沒有封牽承 沒有封牽承的話 那我們就用 找丁小羽當幫手 丁小羽當幫手 丁小羽 還蠻順的阿丁小羽 那我們就試打看看給大家看了嘿 那我這時候就換掉這個 因為我還蠻怕用 第一次 沒打到 開空大捏 臭小子 第二次 但是要等它冷卻完成 所以要先閃一下 不要打太快 把它幹掉了 你把它攻當 因為你幹掉它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護體 護體的話會更難打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 欸欸欸欸 臭小子阿 散勾拳兩個 再來一個 欸 滾倒了耶 我還示範耶 你被打得很爽啊你 第三個 你就不知道 哦 差點示範又錯 又失誤 這樣 三次你就可以拿到了 我們剛剛是三次完結技吧 是不是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哦 差點錯誤的示範又開始 哈哈哈哈 沒關係 哦 你真的 大家真的一直卡在這一個 三次完結技的狀況下 剛剛講了兩個情況 一個你太強了 一個你太弱了 一個你太弱了 沒關係 哦 來用一下 我們的百合 哦 我們百合的好處 就在這裡 但是你要用平衡型的 平衡型的 平衡型的 平衡型的話 你可以用三島一八推薦啦 推薦三島一八 真的 哇 這個是鐵拳系列的 真的是太強了 那你也可以用哪一個呢 你也可以用 這個 祭典偶像 雅典娜 這位人物 他也是平衡型的 所以他 而且平衡型的 而且他平衡型的 因為我已經把他練到滿了 連他的必殺器我都練到滿了 這是滿裝滿級的 像這個 他的 像這一次 這一次的那個 紀念偶像也要點到 系列又復刻了 所以呢 他的戰鬥卡真的要打 哇 這個戰鬥卡真的很好用 加攻擊力又加暴擊 然後假設放在雅典娜身上的話 他攻擊所獲得的能量槽PG量 增加3.2% 再加上你的 百合的事實 哇 跟你講 更快 是不是 嗯 就是這樣啦 好 這就是我現在介紹的 你只要解任務 卡在三次完結季的 就是用這一個 這一個我之前所介紹的 百合系列好處 百合好處系列 看我在講什麼 百合好處系列 可以拿來使用看看 真的很快 真的讓你很快就通關 但是千萬不要太快 快到又變成把它打倒了 你還是要再重新解一次 好 那 以上 影片對你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記得幫我分享 按讚 並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李白 好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